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每位骑手获得这样一个参赛权以后会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比赛机会 而韩国的柳胜环是获得了世界国手 韩国业余国手战的冠军以后方才获得了这个资格 所以这盘棋应该说是非常关键 我们先进入这盘棋局 这盘棋由韩国柳胜环七段直黑 世界英文锦标赛总共要下八轮比赛 其中最关键的肯定是要对韩国棋手应居 因为近些年韩国棋手进步非常快 黑棋的高挂应该是在准备范围内 之前也做了很多准备 就知道韩国柳胜环这名棋手是非常注重实地 关子宫非常强 所以如果高挂按照我平时 平时如果别的棋手给我高挂的话 我都会拖 因为这个拖也是最常见的 但这个是柳胜环非常得意的一个布局 因为之前也看了他很多棋谱 他非常喜欢这样下 像是这样的无意进入别人的一个套路 而在一个世界英文锦标赛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比赛中 如果形成别人的套路 肯定是作为我来说肯定是不太愿意 所以实在就进行了球变 高挂 然后对手几乎想都没想就拖了一个 按照普通下的话 白棋这个扳是最常见的 黑的退 白粘 接下来白棋如果再拖这个的话 就显得有些无聊 这棋 白棋长 黑的粘 白的跳 黑的就假设最简单的拆一个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这个左下角的定式是一个简单的两分定式 但现在右下角这个方向熟又熟练 大家判断一下就可以很明确 这个是铁头 铁头了以后就下边的价值就会变小 而黑棋就取得了脚上实地 然后把铁头放在右边的位置上 而白棋右下角这三个子对着这个铁头 无疑发展的空间非常有限 如果走一个按照定式走一个的话 这个效率无力是低下的 尤其这两手机的效率 无疑是非常低的 将来黑棋从上面走 白棋走也不好 不走也不好 但如果这棋脱先的话 将来被黑棋在这里待攻击的话 还是有受够之余 所以这个图如果白棋简单处理的话 显然难以满意 必须要做一些变化 一般来说白棋靠这个 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下法 黑棋脱走这个 白棋走黑棋护 这也是一个常见定式 下车这样的话 从理论上的角度讲 白棋比刚才那个结构要好很多 因为无疑白棋正有一道后势 然后与这里的下边的一个模样 形成一个立体型的结构 这样的棋就要有意思的多 但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这个下法呢 因为我从这些事先准备来讲 我看到柳盛环应该说 非常重视实地的棋风 如果在这样的话 白棋无疑形成了白棋模样 黑棋实地的一个格局 从战略上角度讲 肯定是我不愿意下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将来黑棋打入白棋就很头疼 如果白棋扎钉呢 肯定没法看了 被黑棋这里断一个 或者拆个一 断一个白棋就已经没法下了 如果往这补齐的话 将来还有这种打入 所以这种棋不是太喜欢这样的白棋 关键又下到对方擅长的路子上 所以经过一个考虑以后 我又放弃了这个下法 也有两件高加的 两件高加黑棋其实就走走定式 我们不谈现在阿发狗出现以后 这个两件高加的定式已经被淘汰了 我们这个就 就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吧 走这个黑棋顶 当然在那个时代 这个下法还是非常少见的 因为多少显得有点俗 而现在自从阿发狗出现以后 基本上就把这个定式直接给淘汰了 按照以前对围棋的理解 这个局部认为是黑棋过于俗 应该说是白棋可以满意 但现在 然后自从阿发狗走了这个以后 大家重新审视了这个定式 我们可以进行这样一个首歌 本身是白棋的小木的 刚才我们摆的这个两件高加 是白棋的先手脚 应该是白棋会有力一些 但实际上是等于这样 黑棋走 黑棋想飞 白棋跳 黑棋走成这个 这无疑是黑棋的先手脚 下成这样肯定是黑棋满意 所以白棋往这里走一个 肯定也是不得要力 所以我黑棋脱先了 白棋靠 黑棋走 白棋长 白棋沾 这有没有一首棋 显然是否定的 尽管把封住 但这一首棋的价值并不大 随后黑棋搬和白棋断的交换 得势不明 双方差不多 随后白棋接 这基本上是白棋的先手权力 不走的话一加 黑棋自补也正常 随后就是黑棋的两下 黑棋亏损了两下 下成这样的话 肯定是黑棋大大得力 白棋完全不能接受 但随后黑棋这里损了两下 这两下损的肯定是黑棋没些损了 但随后黑棋是往这放一个子 白棋是往在这里放了一个子 白棋这个子直接被抓了 黑棋这手棋多多少少 尽管是个废子 多多少少还有点作用 肯定比白棋这个扑好 这个的亏损和黑棋这两下 大大抵消黑棋这两下的亏损 应该说这三手棋的交换 应该说是得失 稍微白棋便宜一丁点的样子 但从前面来看 这个白棋亏的太多了 所以这个两届高架的定势 就此就被淘汰了 当时我们在做准备的时候 当然还不知道现在 不可能穿越时光 肯定还不知道现在 阿发口的这一个定论 所以当时黑棋走这个的时候 我认为被黑棋脱退到 容易进入黑棋的布局 准备的布局套路 不能满意 所以考虑再三 当然这些都是在赛前准备的事情 干的事情 然后考虑我选择大雪崩 曾几何时 大雪崩和刚才我们摆的 春镇腰刀 还有大邪 这三个定式被称之为 人类史上最复杂的三大定式 但现在随着阿发口的出现以后 这三大定式渐渐都被淘汰了 阿发口认为像这样走成大方 白痴只要打吃一张白痴一虎 这白痴就已经可以满意了 但我们这个阿发口是没有感情的 只有实力非常强 但它却没有感情 而这些大雪崩里面存在的很多故事 是我们人类所津津乐道的 而在当时大雪崩也是被认为最最常见的一个定式 大家在这里做了很多研究 内拐是吴清源先生发明的一个新手 当时的新手 随后被大大的认可和扩展 大家就成为最最常见的定式 而最早以前黑痴拐这个 白痴断 黑痴长 这是最早的定式 白痴走这个 打吃 沾 黑痴扳 白痴拐 黑痴打吃 白痴立 黑痴斩 这是一个老定式 但是按照现在的理念来解读这个定式的话 都认为这个黑痴明显便宜了 因为毫无疑问 黑痴取得了这一代的发展 随后黑痴将来有党和班这两个先手 这个图白痴目数也非常有限 也就实目次多一点 而黑痴的发展远远不止这个 这个定式已经是被认为白痴不能接受 随后就出现了一个 非常复杂 也非常令人头疼的跳 应该说这首棋的出现 就大家都觉得非常麻烦 黑痴和白痴都是非常头疼 但作为职业骑手来说 这显然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下法 这部跳 尤其作为这些职业顶尖骑手 他们这些骑手必须要精益求精 你有些地方稍微松一点 管一个 可能对于业余暗号者来说 这个无所谓 这点亏损 但对于职业骑手来说 后面骑就会非常难下 谁也不愿意在布局时候吃亏 所以出现这部跳的新手 黑痴打持 长 爬 长 后面的变化非常非常复杂 我在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 也没法多展开 大家就可以看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变化 白痴打持 黑痴沾 白痴贴 所以这骑黑痴飞是要点 白痴不能上当 白痴如果打持走 沾上的话 那无疑上当了 黑痴走 这骑黑痴冲了一加 这白痴已经是崩溃了 白痴只有一二三起 这里又无法突破不了 下面黑痴四起 白痴这里无论冲断哪里都不成立 这个就是崩溃 这也是黑痴这步棋的用意 希望通过气这步棋的子 然后获得这两个子的先手 有了这两手气以后 这步加就会非常的严厉 所以白痴走以后 白痴也可以反过来倒推 所以不能让他黑痴这步棋有先手 那无疑白痴这不是要点 所以黑痴再拐的时候 白痴要先跑这个 黑痴挡这也是必然的 如果这里局部就比较复杂 如果白痴沾的话 黑痴再转过头把这个给收了 这白痴没有办法满意 脚上只是一个缓气节 外面这里这里都需要处理 白痴如果走这了 黑痴把这跑出来 这全军或者斑或者吼或者跳 跑出来后白痴几块是都不活 而这里的下发只有是 白痴存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打结 这个结白痴要打赢 要花一手两手三手 再加上白痴已经扑了一手 要四手才能把黑痴吃了 现在在布局阶段要花四手 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这个结黑痴并不怕 那么白痴该怎么办呢 白痴这部一路历史妙手 一路历史妙手 黑痴如果继续要收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完全不一样 甚至白痴还可以先手断一下 走这个 黑痴接下来就非常痛苦 首先你要先损 这时已经损已经来不及了 黑痴打吃 黑痴为了杀过白痴气的话 在这个时候就要先损这一下 再走这个 如果一定要杀白痴脚的话 只能这么下 关键损完以后还不解决问题 黑痴如果团的话 白痴立 黑痴这里必须要提一二三四 黑痴有四起 白痴有四起 一二三四 而黑痴呢 一二三 还要慢一气 那黑痴损完这一下以后 还要找白痴打结 这个图外面这一下损的还是非常厉害 将来白痴就可以 和这个简直有天狼之别 刚才没有断点 而这个一段黑痴脂肪就已经崩了 所以这个先损 以后杀这个角的想法 肯定不能接受 那么黑痴这是怎么办呢 黑痴是打吃了力 这局部就形成一个结针 那么这个结 白痴先打的话 就显得有些无谋 如果再找这枚结的话 那黑痴肯定消了 白痴 黑痴是个斑 由于黑痴真有气的 将来这一打吃 这里还能把白痴收紧 而黑痴这里则把白痴抓得干干净净 这样分析的话 这个图应该说是黑痴好 那白痴也有妙计 白痴先断 黑痴走 白痴扳 黑痴打吃 白痴可以爬这个 黑痴提 白痴打吃 黑痴可以先提一下 走这 黑痴扑这个是结 白痴打吃的时候 这黑痴没法要 这个黑痴还是能要 白痴如果这个吃的话 黑痴有这个冲的结 这个图就要看其风了 一般来说 大家认为是 黑的还可以 黑痴穿 白痴提 黑痴外面连到铁后 黑痴扳一个 由于这损完两下 黑痴下面已经成活了 而白痴这里目数在15目之内 黑痴外面厚是雄壮 一般骑手来说 更喜欢这样的黑痴 那么白痴有没有办法 我们可以发现 白痴主要爬这个的时候 让黑痴多了一枚结材 那这是白痴就要做一个痛苦的抉择 白痴主要先爬这个 白痴爬这个 黑痴提 这跟高材相比明显损了两目 但好处在哪呢 好那白痴打吃的时候 黑痴就不能要了 黑痴如果再提的话 这个铺就不是结材了 黑痴这一冲齐还相当的损 再提的话白痴打吃 黑痴如果提的话 黑痴这个铺就不是结材了 就可以白痴被打死 这是在这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 基本定势就是这样的 黑痴提到这 所以白痴把这提了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定势 当然这也是在我的一个事先准备范围内 我想到对方有可能会这么下 但这样的一个图我觉得也是可以 白痴也能接受 双方差不多的一个局面 另外黑痴如果这铺暂时不吃 决定弃子的话 也是有的 走这个 一虎 随着黑痴走这个 这可以交换一下 随后搬死 搬死一沾 但这两手铺的位置 没想白痴很得益 常见如果黑痴经常错小木 加无由角布局 如果说这个是白痴的话 这样的图大家认为差不多 加了黑痴管 白痴起小间 就形成了一个差不多两封的图 但如果现在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无疑黑痴的模样很难发挥 这个图黑痴不能接受 实际上这个图 尽管我在赛前也做了一定的准备 但我认为下出的可能性并不大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我对对手一个了解 因为赛前也看了他不少棋谱 对这个比赛也相当的重视 对看他不少棋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实地的棋风 擅长后半盘 当然现在很多韩国棋手都这样 后半盘韩国的业余棋手 他们大多数都是院生 然后他们对这些基本功非常扎实 后半盘都非常强 所以我认为他暂时 尽管做了准备 但我认为下的可能性并不大 所以实际上果然他下的内管 大学分内管最常见的一个变化 这形成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定势 其中这扳一下非常要紧 如果不扳的话 白旗拐这个的话 黑旗家就一手扳给扳死了 对吧 这两手棋就是再也交换不着了 这我记得是当时马晓成九段 发明的一手好手 现在就扳一下再管 如果黑旗扳这个的话 白旗再跑的话 这里面感觉损了又将近一手棋 因为这里将来走一个 有一个缓一气节 而实际上这样的话 都就被吃干净了 另外如果这个不走 不想扳的话 那只能扳这个 黑旗就爬 这样的话 当然我觉得这棋方向不是太好 这也是有一个定势 这也是一个常规定势 随后也要往这走一个 白旗大家跑一个 这当时我认为 这个局面 这两手棋的交换 白旗都走在下边 而黑旗的这个模样 将来三车中一逼的话 和这个子的配合相当的好 从这个结构来看 我当然觉得不是太满意 所以实际上还选择了 比较简明的一个定势 搬这个 黑旗走这个 搬起管 那作为黑旗来讲 这一下被搬到以后 基本都不再愿意 跟着白旗下了 这因为明显被便宜了 再搬的话 这将来做结 实际上转换的话 如果从转换角度来讲 这两下交换 肯定还是黑旗便宜了 白旗有点有亏损 但我这走成这样 也是没办法 按照当时理论认为 是这是一个两分的定势 但是从现在 阿发果的一个角度来看 他肯定认为是 这样是黑旗好 但当时在赛前准备 这可以说下到这里 应该说和准备的一模一样吧 因为当时我觉得 这两手棋的交换 黑旗未必有力 白旗走在这里 走成一个定势以后 至少没有进入 对方黑旗的一个套路吧 应该说是 从战略战术上讲 还是成功的 下到这个时候 应该说跟赛前的一个准备 是一模一样 应该说 世界业余围锦标赛 是所有棋手里面 应该说最最重视的一个比赛吧 赛前我们毫无疑问 都做了一些大量准备 而当时 每年的世界业余围锦标赛 是在五月份 而我们一月份 我当时拿了碗包杯冠军以后 就开始对于做了一个准备 而韩国棋手棋谱 其实非常难找的 这感觉就像一场间谍战一样 因为能获得比赛比较好名次的 当时是在09年 感觉比较能有竞争 冠军争夺实力的 应该说中国 韩国 日本 朝鲜 台北 这些都是比较有一些竞争实力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当然现在一些欧美棋手水平也上来了 他们渐渐也有了争夺前六甚至前三的实力 每年都有一个一些金发币的老外 或者一些前六名前三名 然后他们都特别的高兴 应该说记得最早的时候 我当时可能在二十一世纪初吧 二零二零三年开始下 最早自零五年吧 下一些世界业余锦标赛 零三年下了亚洲杯的时候 经常会发现代表一些欧美 甚至代表一些亚洲国家参赛的都是华裔棋手 但随着这些年到了零八零九年 我发现我们那些华裔小伙伴越来越少了 因为他在当时在每个国家只有一名代表 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 已经是间接搞不定那些老外了 那些老外确实进步非常快 他们有的到中国训练 有的到韩国训练 而且对围棋的影都非常大 前阵子我们也有些法国人 到我们上海清一来训练 发现他们真是一盘接一盘下 对中国围棋东方传统娃非常感兴趣 所以进步也非常快 然后从竞技这个角度讲 因为是代表国家 所以这个跟所有的比赛都不一样 世界约比赛可能说是我压力最大 也是动力最大的一个比赛 因此会做其他比赛 可能我已经做很少的准备吧 基本上就顺其自然 只要发挥自己水平就好 但在世界约锦标赛这个舞台上 必然会做很多准备 不仅是我所有的对手也会做准备 就像对柳顺槐的这盘棋准备 因为之前我知道他夺得了 韩国业余国手战冠军 获得了参赛资格之后 就开始对他进行一些研究 当年他非常的猛 他连拿了三个韩国业余冠军 因为韩国的业余比赛不像我们中国 可能真正比较重要的也就那么三四个 他基本上成为那种包揽状态 从韩国等级分一开始在很后面 他因为是院生刚毕业 随后火箭般的串到第一 应该说对手的实力非常非常强 他毕业的时候也是在韩国院生一组 这是一个我认为等同于职业五六段的一个水平 所以在这盘棋的时候做了确实相当多的准备 包括先刚才我们讲的一个大学本 包括一些布局 基本上是都在准备范围内吧 而韩国人柳顺槐事后 我跟他也成了好朋友 跟他聊天 他也是做了一些准备吧 他认为可能我们最有意思的是 都希望在中盘的时候多发力 我后面看他在韩国翻译过一些采访报告 他的比赛方针也希望是中盘时候发力 而我对他的研究 我是认为他后半盘比较强 而我对我的后半盘比较没有信心 也希望在中盘中获得一定的优势 所以我们在中盘中 这盘棋下的应该说是非常激烈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这盘棋的实战 实战黑只拖这个 白鞋搬 黑鞋长 黑鞋先挂脚决定一下方向 他这肯定是在这里已经开始有构思了 白鞋小飞 点 小尖 再尖 黑鞋的理想图 无疑是走这个 黑鞋就跳 让你帮他下气 白鞋走这个 黑鞋就小飞 走了半天白鞋都走在眉目的地方 黑鞋迅速的占据了左边 从这个结果来看 无疑是黑鞋更理想 首先对于这个局部 作为白鞋一方来说 肯定要做一个价值的判断 到底是左边的价值大 还是下边的价值大 在当前局面下 应该说判断还是非常简单的 下边由于黑鞋这里特别的厚 而且这里间隔又非常窄 所以关键关键肯定 还是在左边这里那么宽广的地方 谁都想办法尽可能的 往左边下棋 但现在白鞋苦于是这里 左下要处理 是一块骨骑 你如果直接往这走棋 那被黑鞋这一走 这基本上没法看了 白鞋的一个构思 就是想办法拖住这里黑鞋步调 这里在下边的一些损失 都是局部的损失 无所谓 关键要抢占大局 所以白鞋先挤 这一手本身和黑鞋 这一手沾的交换 肯定是亏损的 帮黑鞋下后了 但白鞋这里出头 可以比这一手快 明显如果就算白鞋简单跳的话 这个出头也快 但这个出头快是快 但感觉有些 没有拖住黑鞋 黑鞋就往这走 往平时来看 白鞋这个虎 应该说是畅快无比的一手 黑鞋如果跟着硬的话 那没法看了 那黑鞋肯定会不走 比如说抢个大场 白鞋拿黑鞋也没办法 因为黑鞋这特别厚 白鞋在这里走 其实没多大意思 所以实际上又走了一个非常的下法 白鞋先扳 黑鞋扳 白鞋一虎 看上去非常的亏损 如果黑鞋如果平时打只 一沾 沾上 这样的话 这几下 白鞋这四个子和黑鞋这四个子的交换 应该说是亏的不能再亏了 给黑鞋形成了一道后鞋 但在此时 这里后鞋和后鞋并不发挥 反而有一些重复 而白鞋却可以获得大事上的一种要点 把这个头给抢到 这个图我觉得 只要能抢到这一手的话 这些牺牲都是值得的 黑鞋如果不补的话 黑鞋走这个 白鞋可以从这里断打 黑鞋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白鞋打吃了尝出来 这黑鞋有些吃不消 这黑鞋如果从下面补过了 或者飞一个的话 白鞋这里先手可以 两个先手是非常明显的 就按最简单的下 白鞋贴一个 接下来AB两点建核 白鞋必然 黑鞋必然有一方要被打死 这被打死两个 这个黑鞋不能接受 所以黑鞋如果 白鞋只能打吃 黑鞋只能长的话 那这抓朵花 这对中央的辐射和刚才这个虎 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所以这也是白鞋 因为局部损一点 也要抢占要点 而黑鞋这鞋下得非常长头 白鞋如果再继续再走的话 黑鞋这个脱段令白鞋有些讨厌 甚至脱了一夹或者脱了一段 这个子的位置对战斗 还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白鞋还继续把形状下阵 这黑鞋就没有办法再长了 再长尽管在外面很畅宽 但在这白鞋走过来的话 黑鞋这简直已经是左边 已经没法动了 走这个白鞋搬 应该说走到这时候 黑鞋粘回去的话 白鞋抢到这个头 应该说还是非常舒畅的 黑鞋这里的一个效率并不高 下到这个时候 应该说白鞋布局还是比较成功的 但随后一步棋 应该说是我本局比较后悔的一招棋吧 走这个 但也反映了当时可能说 这个也是实力不足的一个原因吧 对手想了一下后 马上小鞋了这个 这手棋其实非常体验功利的一手 很难理解 但确实是积蓄力量一手棋 而我应该怎么下呢 我应该先肩冲 黑鞋走这个 白鞋来跳 这样的话 由于白鞋将来这里压 肯定是白鞋的权力 或者跳都是白鞋的先手 这样的话 白鞋非常的厚实 黑鞋这一手棋 看上去没什么价值 速度又慢 但实际上是积蓄力量的一手 把白鞋全下薄了 当时尖的时候 我等对手尖完以后 我仔细品味了一下 觉得这手棋确实下得非常的好 感觉就是 非常有功力的一手 感觉走完这一手 白鞋就非常难下 这块鞋肯定没活 有隐患 黑鞋将来半战以后 白鞋下面甚至就没有演 这几十黑鞋的先手 局部是没有演的 而且如果从外面 黑鞋一旦如果走过了 白鞋只能里面苦活 这部档的价值也非常大 所以这手棋等尖完以后 我发现这手棋很有味道 那就是实力不足 你下的时候没有发现 这一个好点 但下完以后 发现对手走了以后 发现我应该走这个 那就是在这里 肯定是不如对手的地方吧 应该是可以值得 向对手学习的一招 但在随后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候 回来我的一个好朋友吧 也是当时上海围棋队的 主教练刘士正 也在电视台讲了 这盘棋的时候 他就解释 他说这起白鞋这个家有问题 应该走这个跳 我觉得这也是职业棋手 一个非常敏锐的一个地方 当时可能在不经意的一个失误 就被对手抓住了 而刘士正他在当时第一杆 他认为就是应该这么下 一尖 所以这时白鞋就先为难 想了半天以后 我就得兼顾一下 跳一个 因为走这个的话 我担心黑鞋如果跑出来 这样的话 这个子跑也不好 不跑也不好 不跑将来有可能被他大吃 甚至断一个大吃 如果跑的话 未免形成苦战 这块起白鞋毕竟是没活的 让白鞋跳 这也是常见的一个下方 一阵 这实际上黑鞋先掰一手细腻 在做活之前先掰一手细腻 这次首先黑鞋不能脱鞋 脱鞋的话被白鞋点一个 这黑鞋已经是快有昏厥感吧 如果黑鞋粘的话 白鞋小结整块不活 一走的话白鞋还能爬两下 再把这死断了 黑鞋这次还得粘 这被吃的价值实在太大 这吃的 黑鞋几乎一无所获 白鞋实力收获太大 所以这次黑鞋切不可脱鞋 黑鞋大致会在这做活 大家做活之前 给白鞋找点头绪 白鞋的硬 如果断的话 黑鞋就活到脚上去 这太大 白鞋挂奖 黑鞋冲 来 短 长 这形成一个几乎必然的一个 黑鞋管 团 倒火 这如果不倒火 走这个被黑鞋刺 这形状就崩了 倒火 黑鞋战开始发力了 跳 好吃 必须要分断白鞋 如果不分断白鞋的话 黑鞋全是骨气 将来被一跳 还要搜刮 再贴 其实当时如果 从虫龙的角度讲 白鞋飞一个出头 但感觉被黑鞋 这蒙住 实在心有不甘 白鞋局部是可以做活 白鞋局部走 这个可以做活 黑鞋要想挤杀白鞋 这个是难以下决心 而且也杀不了 黑鞋就贴一个 白鞋单只就做活 局部是做活没问题 但主要当时觉得这手 其实多多少少有价值 将来黑鞋搬 贴 这黑鞋也能呼一块空 觉得心情上还不肯 但如果当时鞋 如果换一个比赛的话 可能就会这么下 如果换一个对手的话 我白鞋也有可能会做一个这样的选择 因为其实这手鞋的价值也是相当大 在这里取得一个主动权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超级大场 在这里如果能取得主动的话 也一个超级大场 但这盘鞋一直 尤其被黑鞋接了以后 这盘鞋有一定的悲观情绪 而且一直觉得对手的实力也非常强 这盘鞋想下 抱着一个拼的态度来跟对手下 其实说应该说 这盘鞋的印象还非常深刻 因为当时这盘鞋是在第六轮进行的 在前五轮比赛中 我和韩国棋手是唯一的两个全胜 这盘鞋谁赢谁拿这个世界英文锦标赛冠军 就有可能性非常大 而现在我可以看得出 其实从棋的内容下 对手也是抱着一个拼搏的态度 而我当时觉得对方的后半盘又强 实力又强 如果用凭我的一些很普通的一个下法下 可能并不能取得一个很好的结果 当时记得这盘鞋下到这个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种窒息感吧 因为这盘鞋美方的用时 是每一九十分钟 然后再加三十秒读秒 一分钟读秒三次 应该说是非常漫长的一个时候 而这盘鞋在前半盘 大家耗时都非常多 因为对这盘鞋很重视 非常多 很多国外的棋手 外国棋手都已经下完了 这是观战棋手 应该是非常多 然后观战棋手一多以后 这个气氛本来就凝重 气氛就更加 更加更加凝重 所以这盘鞋下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慎重 非常谨慎 而其实有的时候 一种心态的变化 也会导致一些棋局的变化 这盘鞋正是因为 一直抱着一种拼的态度来下棋 所以这棋 大家都会下得非常紧 其实说到这种心态 和棋的一个影响 其实是深有感触吧 林海峰先生经常说的一个平常心 用一个平常心的角度来下棋 其实说到 说得很容易 但其实真正做到 只有林海峰这样的大师 或者一些顶尖的棋手 才可以做到 而且也有一种 非常好的心理素质 而我们现在在一些 平均比赛中 如果过于松弛 过于放松 我认为这棋 对比赛也并非有利 因为体现在棋上 会显得胜负感不强 而如果对这盘棋 过于重视 就会显得棋非常的紧 拼得有势 会拼得过凶 如何做好这个张弛有度 其实对所有的棋手 都是一个课题 而现在下这样的世界业余大赛 或者说像国内的一些决赛 一些关键棋 其实对棋手的锻炼价值 还是说是非常的大的 因为这盘棋 所以因此给我印象非常深 并不是说一个世界业余锦标赛 冠军的一个荣耀 更重要的是 这盘棋的一个艰苦拼搏的过程 在后半盘棋 我们就可以看见 这盘棋几乎是白棋 一直以一种拼的 非常艰苦的拼的态度来下 我们继续我们的实战 实战在这两个选择过程中 我最后还选择这个长出 先破坏黑棋的潜力 但作为黑棋 黑棋这个阵 肯定是要发力 下面一手棋 如果长 我觉得拼的有道理 但下面一手棋 我认为拼的就有些过狠了 实战又把这个给跳了 想要威胁黑棋 那黑棋显然是非常生气 黑棋也开始拼了刺 我觉得甚至刺了这手棋的时候 对方已经有些动杀心的味道 白棋靠 白棋扳 靠的话黑棋肯定要扳 白棋扳 给黑棋制造头绪 长 在做货之前 首先把自己骑形整理一下 反正这黑棋一吼白 这骑形就特别难以处理 白棋多了这个子的以后 无论说气的角度 还是从里面的角度 都是有所帮助 黑棋跳出 这时白棋就面临一个选择 这是其实说应该说在这个局部 大家的耗费的时间非常多 首先白棋如果这个钉可以看成先手 黑棋团 否则这里跑出来 黑棋不行 就这里我能不能摁死他 像走这个的话 如果黑棋走这个 那笑不动了 白棋可以施展出挖的手机 就直接把黑棋给干成了 走这个 黑棋非常危险 走这一挤 然后滚打以后再收气 但在这个时候白棋也有隐患 黑棋这一挖以后白棋气也不长 所以这不长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 双方互有风险的一招棋 走这的话也有可能退 还有可能顶了一段 像这个顶了一段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下法 白棋一吼黑棋一长 这里的杀气和白棋的杀气到底怎么样 应该说如果 就如刚才我们讲的 如果换一个比赛 是一派无关紧要的训练棋 很有可能白棋就会这么上了 这确实双方都没有把握 但在世界业余锦标赛这样最高的 对于业余锦的时候最高的一个舞台上 像这样草率的出手 一般来说不太肯 还是要跳看得清的下 实际上白棋我先沾一个 这种气看似非常难以理解 其实是长气的一手 一方面是督处黑棋在这里补气 如果黑棋继续要在这里杀的话 那白棋我这肯定上了 这白棋有八气之长 黑棋团完以后白棋有八口气 而黑棋被白棋靠到这一手 很难尝到八气一声 黑棋实战也自补 一方面紧住白棋的气 这显然要成为黑棋脚 跟脚上的对杀 白棋跳 黑棋挡 白棋托 白棋 这就形成了一个 白棋托是局部杀器的好手 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一个对杀 这个对杀 从角度讲很有可能会形成双火 因为当时在这里的计算中 就白棋粘的计算中 我脊板都已经算清了 脊板会形成一个双火 白棋挤 这脊板其实都是有计算的 这一带都是必然的 走 白棋提 黑棋不能再杀 再杀的话 白棋这一沾以后 白棋一立 黑棋这里也收不住气 黑棋实战提 体现又是体现功力的时候 他在这里一看杀不过 也不着急杀 先把这个外面收了 白棋打吃 这局部就形成了对白棋有利的一个双火 但黑棋这手斑张的特别关键 其实从角度讲 白棋有可能要抢这个 这手棋 但黑棋一立 这里白棋也有些受不了 白棋打吃 黑棋要粘先手 白棋一做火 黑棋这一下也不是盖的 白棋只能在这里忍耐 这其实黑棋的大局也已经掌握了 这个图也是黑棋不太 白棋不太好 实际上 就会把人家白棋先打吃这个 黑棋抢到这个价值很大 本身价值就在十木以上 更关键这块白棋非常危险 因为黑棋全局铁后 白棋先跑 管一下 这个白棋不能 黑棋不能让白棋挖到 挖到的话 后保全不对了 立 所以这首池当时我是纠结了半天 但在这次假池的准备过程中 和现代一些年轻池手 像白宝翔啊 刘汤浩几个都做研究 我就给他们出这道题 这次让你们下的话 你们会下哪 然后他们想了一下后 都提了一个 这和我当时站一模一样 他们觉得这首题本身价值 就在十木之左右 然后再关键对这里厚薄影响太大 但当时我确实纠结了半天 可能这也是比赛时候的一个心态吧 怕吓得缓 但从整体 下到这个目前来看 应该说是黑棋稍优的局面 最主要还是刚才这个 两届高架打路有点问题 随后这里还是有些发力过门 于是后半盘就开始了 这半盘是后半盘进行的一个 非常非常的苦战 我感觉就是非常艰苦 黑棋补回 按照本手 白棋这棋只能跳步 因为这棋其实被黑棋一震的话 这棋白棋相当的苦 只能跳步 但当时觉得形势不利 觉得拼 这时候其实拼得相当的凶 黑棋走这个 所以白棋再跳这个 现在白棋的时候 也很佩服自己当时的勇气 像这两个手 其实鸡膀就出于一种 赶死队的状态了 太危险了 其实黑棋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 其实我觉得黑棋 从这震过来的话 白棋也相当的苦 白棋可能只能接 这棋到底怎么样 还是一盘 这棋就半个眼 黑棋不能随便挤 挤完白棋就断了一拖的好手 白棋将来走一手的话 有半个眼 这里要做出一个半眼 还是不是那么清楚 实际上黑棋跳 也是稳扎稳打的一手 白棋如果再在这里 想把黑棋一手圈死 那黑棋真的肯定要吃你 这摆得太危险了 实际上白棋无奈只能跳 黑棋一穿 白棋反攻倒算 点先点一下 是硬手 再把这靠了气了 黑棋也下得很简明 毕竟优势的 优势方还是在黑棋这 其实这一段转换 白棋并不亏 黑棋这里得了拾木齐作用 白棋把抢到一手这个跳 又把这头给走上了 应该说白棋是并不亏 这又是拼搏的一手 黑棋拖 继继续稳扎稳打 这时候从招法上来看 感觉黑棋有一定的优势意识 但这和我的判断一样 但此时差距并不大 白棋没跳 白棋往这走了一个 黑棋虎然走 黑棋尖 破眼 白棋挡 最后自补 白棋再跳 下到这样的局面 我感觉应该就是 磐石 就磐石不到 木树差不多 黑棋厚实一点的格局 黑棋顶补 作为白棋来讲 必须要点脚 如果不顶补的话 白棋有这里走了一挖的好手 这一白棋拐和挖都有 拐也是先手 这时候顶补本身就有一手机价值 而且被白棋顶一手 黑棋也很难受 如果走这样的话 不要全连上 黑棋不肯 顶补 而作为白棋来说 肯定要 先保证实地的平衡 这手机本身价值 也在二十木以上 这围棋就是一个 室与地转换的游戏 只能得了实地 那黑棋就要继续发力 其实这次 白棋可能退一个 更合理一些 当然觉得形势不利 连这木树也要撑住 顶住 黑棋走这个 白棋补活 就搭野 顺便把这关子收了 肯定黑棋冲了一冲 这木树也非常大 向黑棋顶 这是下到这个时候 其实还是白棋要稍微落后一点 黑棋尽管损失了脚上实地 但把这右边给围上了 从这个角度讲 黑棋到这个时候 其实我的内心是有一定绝望的 因为这盘棋从这里开始 一直在拼得非常凶 拼了几十手 其实看上去只有几手 但当时的对局可能已经下了一个多小时了 这一个多小时都处于一种 非常非常苦战的一种情况吧 看到这样的时候 发现棋盘又越来越小 这感觉非常的懊恼吧 也不叫懊恼 有一点着急 但这手棋却给了我机会 就我觉得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对手这手棋给了我机会 对我这次如果再小煎一个的话 这次白棋将会更加困难 因为这个打入的严厉性 会非常的降低不少 黑石家飞这个 白石补了一手 黑石家贴 白石扮 白石上车没有 白石先断 适应手 如果他走这个的话 我将来有顶 有挖 就这个拐 这两下 走这个的话 白石我肯定有小煎先手 这就有先手一个眼 如果走这个的话 将来我拐肯定便宜了 这里有杀器 断完以后 这手棋就像类似于赶死队的一手 就那高效率要补这手棋 如果有这手的话 白石这一个眼 这一个联络 这又有一个眼 白石做货没有问题 所以这时候黑石 也开始走这个 白石一斑 黑石断 适应手 白石如果吃的话 黑石还能再贴到一下 这个打路就被大大缓和了 实际上这个开始 白石 玩命的拼搏了 这一挖 局部好手 先说便宜一下 黑只能退 走这个的话 白石再一沾 扑扑扑 就直接被一口蒙死了 走这个的话 白石一断也不行 黑只能退 自重 这样白石就留下了一个特别大的关子 但白石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 黑石自补会 白石尽管活了 但全盘也没有大的关子了 这是白石拼了 打路这个 我觉得这手棋也制造了 对手肯定没有想到 实际上我会这么拼 如果打吃了沾上的话 这无疑给白石先手便宜了 黑石打吃了以后 他也开始拼了 一段 一顶 局部的好手 但可能没有想到白石打吃了这个 这形成了一个大转换 白石 黑石沾一下 最后再把这个跑出 白石是先沾了一个这个 黑石沾了走这个 这几乎就形成了一个眼花缭络的转换 黑石打吃 吃 随着冲吃 把自己下后 但这不冲吃是问题 我觉得这手机 黑石无论如何要拼这个 拼这个还是一盘很难讲 尽管被白石吃一下 目数损失巨大 但这个还是有难说 黑石先走这个 尽管稳健 但被白石这一手断后价值太大 黑石 提 黑石吃 把这个四个吃了 白石提 然后双方开打扫战场 黑石再把这个给吃了 这也是价值巨大的 所以白石再把这一靠 黑石搬 白石抄 应该说下到这样的一个时候 总这里进行了一个巨型转换 大家进行了其实的一个四个转换 黑石把这个七个字把白石控破了 并把这里的实地全吃了 而白石的收获是把白石把左边 右边的黑石的实地全部变成白石左边实地 在关子阶段形成这样的一个转换 应该说是非常少见的 但通过这个转换 我欣喜地发现 在前面就是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内的一个拼搏 一直没有成功的时候 在这个局部突然取得了一个战果 这里白石收获不大 但却把这个 这点收获 却把这个局面已经足以逆转 可能综合下来 黑石脚上因为黑白石有度过 又有好 这两者必得七是活的 可能也就便宜了四五目棋 但如果从综合来看 这个四五目棋却已经足以了 应该说最后这盘棋 下成最后是黑棋盘面四亩 最后白棋赢了两目半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等我下完棋以后 我们双方就久久端坐在棋盘前 没有办法从激烈对局中恢复过来 一直盯着棋盘看 然后直到我听到一句 有一个老外吧 一个外国参加棋手 就说一句让我们用英语说之 让我们为这盘精彩棋局鼓掌吧 让大家听到雷鸣般的掌声 这时候我才发现 从下午一点多 已经下到了晚上六七点的样子 将近七点的样子 真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应该说这盘棋可能说 是我下棋生涯中 印象最深刻的一盘棋吧 倒不是一个比赛最后的一个名次 而是一个拼搏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感受到了一个艰苦吧 棋如人生 人生如棋 各位观众朋友 非常感谢收看这次江湖清谈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